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是供僚包的采收期 而现在品尝正是时候 供僚区与会推出的供僚包即时料理包 不用烹煮 打开就能够享用 12月15号产地供僚还推出好康的优惠活动 消费者可以把握机会来当地吃当鸡 看到动来动去的供僚包就知道它有多新鲜 一道道山 真 海味都有它的身影 就算没有大师的厨艺 三分钟料理其实很简单 你真的是如果你上半度12的话 你带在身上 偷偷地在你的办公桌下打开 拿起来吃都不会被发现 所以它真的很方便 那我头吃饭的原因就是这样 你把菜煮好 是 你这个把它开去 哎哟 哇 这个料真的好多 就是这样 所以你若是说 不管是你要自己吃 自己好好享受 自己放松 还是说你要招待朋友 都是非常方便的 简单的花椰菜配上即时料理包 就可以吃到食物的美味和健康 因为我们在东方跟那个地方 潮汐还有整个水质都是特别好 所以很适合它们生长 所以每年直到入冬 我一高充包与开始吃饭的时候 破坏下来要吃饭的时候 有什么 因为开始收成大家就是会急着想说 啊 没到了冬天 我一定要到东北角 破坏享受 我们这个公楼的美味 公楼的酒孔以及黑盘包 像珍珠般亮白金银 而且北美多汁 可蒸可煮可炒 市长侯友仪式的这一道鲍鱼鲁肉饭 香味四溢 让人食指大动 这是我第一次吃过的 公楼包 创意料理 如果没有办法到公楼现场吃 也可以买即时料理包 因为采用的是细胞活存冷冻技术 所以能够保存食材的鲜美 那公楼包这几年 其实除了我们大家用心的便宜以外 也结合我们的新的科技 也为了保持它的新鲜的鲜部 而且能够用宅配的方式 配送到各家货 用生技的 营养的 安全的治理方式 刚刚可以看到展现的食材 所以这一次 为了让我们的公楼包 结合我们的旅游 特别办了今天 包三包海 现在到公楼小旅行 除了游山玩水 还可以品尝美味的公楼包 12月15号在奥底渔港 还推出了公楼包养生风味餐 即日起开放民众认桌 限额只有25桌 要抢要快 第九房间 开心美食采访报导